快乐学社会每题都答对 大家好 我是至亲国小的周秀华老师 又来到我们线上教学影片的时间了 今天的主题是社区营造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社区 看看社区营造的主题 学习重点是了解社区的意义 还有了解学校参与社区营造的方式 什么是社区呢 社区是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区域 比如说家家社区啊 或者是来来社区 这些人以自由结合的方式 居住在某一个地方 在这个范围内的每一个份子 都可以享有区域内的所有服务 一般人会以村里为范围 来设定去社区的界限 成立万有社区发展协会 或者是某某社区发展协会 然而历史的发展 会影响村里等行政范围的划分 因此也有一些社区 是以居民的共同情感与记忆为主轴 组成某某社区 这就是所谓的在地认同 无论是依照村里的界限 或者是居民的在地情感认同 居住在同一个区块的人们 所形成的社区 都拥有地缘关系 也就是地缘型社群 有些居民虽然并不住在附近 但是他们对某一项议题都很关心 也可以组成社群 一同解决问题 这就是一庭型社群 社区是居民们每天生活的空间 让社区的环境更友善 更整洁 更具特色 住在这边的人们都可以更快乐 于是台北市政府在大同区 成立了台北市社区营造中心 不定期的举办各项活动 整合社区资源 实现社区愿景 不论是大同再生计划还是点亮太平丁 这活动都非常有意义哦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2014年台北市社区营造中心 成果专辑中的两个社区营造小故事 让小朋友们热视社区营造的方式 首先的主题是绿的空间与互动 一座城市如果有了绿 会更美丽 也更有活力 在屋顶种菜 闲置的土地再利用 这些都是让台北绿起来的好方法 第一个故事 发生在万华区的万大国小 还有东元国小 南万华的东元街一带 早期称为嘎拉地区 嘎拉以农业发迹 过去耕种多种蔬菜 地方上的长者 大多有种族农作物的经验 以前嘎拉地区经常以庙宇为原心 举办地方上的活动或者是相关祭典 各里之间互相协力合作 人流举办文化庆典 是台北市保有在地传统的少数地区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 宗教多元化 各里间的合作关系也越来越淡了 因此我们希望透过开放校园空间 让农耕活动升值校园 促进社区间 社区与学校间更绵密的互动 在校园农耕的活动当中 我们会邀请社区长辈 带领小朋友一起来种菜 传授种菜的方法与相关知识 开放校园内的闲置空地 让学生可以开心的种菜 这个是行动率 也就是菜宝宝推车 因为学校有些地方有大树遮阴 菜苗会下不到太阳 所以团队制制了菜宝宝推车 把各种菜苗种在推车上 这样就不怕下不到太阳公公 可以追着太阳跑咯 小朋友也会走进老街上课 认识老店、老庙、老建筑 包括古早的传统三合院 还有防空洞 从一个学校到两个学校 将嘎拉老一辈原有的务农经验 逐渐传承给下一代的孩子 让万华的老社区、老学校 处处可见点点绿意 社区营造所萌发的力量 使生意盎然的农均生活 成为南万华区的可食地景 是不是十分美丽呢 第二个主题 我们来认识学校与社区 可以擦出怎么样的火花 不仅围绕在花花草草的议题上 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第二个故事 发生在大同区的太平国小 我们一起来看看 它的宝藏箱里面藏了什么秘密 台北市的太平国小可不简单哦 它建立于西元1898年 日志时期的台湾 它是台北市第一所台湾人念的小学 当时是自然科学的重点发展学校 2013年 一位拍摄处于小子化困境的太平国小校友 发现尘封在社区当中的太平藏宝箱 也就是太平国小的标本室 于是他启动校友会的力量 让社区动起来 一起发掘大道成的记忆宝藏 各个世代的校友 运用YouTube Facebook的社团 转回更多太平国小校友的过往活动影像 在103年11月6号的晚上 开放校园准为 星空下文字电影院 呈现太平国小100多年来的回忆 透过惊喜对比 进一步思考 四代传承的各种可能性 校友会邀请过去的校友们回到学校 校内的师生也一同来参与 将被遗忘许久的标本室 还有毁坏无损的各类标本重新整理 这期间 台大昆虫学系的师 与生也提供了专业知识的人力协助 让废置许久的昆虫标本重新活过来 整理好的标本在社造中心当中展示 创造与社区交流对话的机会 看到了吗 老虎和穿衫甲都露脸了 是不是很珍贵呢 日志时节的太平校园 处理着美丽的红楼建筑 这是象征它是大稻城的教育中心 然而历经时光的冲洗 红楼已不复建 社造中心与校友会 共同打造一个100比1的红楼模型 找回校友对太平国下的情感连结 也重现大稻城地区的历史与文化 社区分子包括了商店老板 老人家小朋友都是农夫 街友还有你和我 我们组成了社区 社区才变成了城市 让社区充满活力 城市也会跟着发光发亮 温暖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 甚至每一种生物 社区营造的可能性很多 除了创造绿生活 也可以透过关怀弱势族群 提升社区的整体生活品质 2014年台北还有100个 微笑店家的故事 贵阳街日光计划 世界女人与社区的约会 等等在地行动 这些议题都十分有趣哦 有兴趣的小朋友 你可以上网搜寻社区营造中心 或者实际到大稻城的 社区营造中心来参观 这里有和安可亲的志工伯伯 还有阿姨 等着说好听的故事给你听 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之中 也有公民会馆 介绍在地的历史与社区特色 有空去走一走 对家乡一定会更了解 谢谢你的观赏 让我们下次见